智能王6代最新款上分期 本一期采用锂电池和发热头分离一次 这个是电源插孔 电源插头 选项开关 发射开关 天线转接 然后这个是智能王6代专用锂电池 采用8片锂电池串联 现在给大家先测量一下锂电池的电压 本电池电压的话最低电压30伏 最高电压33 31.5 证明要充电了 充电器的话也是本公司专用的智能王6代33伏专用充电器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充电的方法 充电之前先把充电器插到插线板上 只是灯在亮 然后连接到充电转接上面去 只有红灯在亮 证明仪器正常 然后连接到电池充电 正常充电是三个小时左右 然后现在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仪器具体的操作方法 这个是40瓦的极灯灯管 使用之前先连接到电池上面去 本一系采用智能芯片控制 LED数码管 显示 然后一档是最高频率 28兆核兹 粪屏 这可以选档 从0到1 0到9 然后FE 这只是灯 然后0档是直屏 向大家介绍测试一下结论灯管 这是直屏 这是一档是3赫兹 混屏 二档是6赫兹 三档是9赫兹 四档是10赫兹 五档是11赫兹 六档是12赫兹 一直往上加 F档是15赫兹 一档是18赫兹 混屏 高屏 有些机器需要用 需要深入到机器内部 可以使用高屏天线转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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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